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第三节勇士,又将分差拉开到15分,末节分差很快,拉开到20分以上。最终勇士,以123,比108击败提胡,拿下二连胜。他们与西部第八的灰熊战绩,已经持平,勇士回到西部前,发指示时间问题。这场比赛勇士,又因为斯蒂芬·库里的炸裂,拿下了胜利。勇士全靠他逆袭啊。 本场比赛之前,库里场均31.3分,完成了8次单场40加,场均命中5.2个三分球。场均三分球,出手高达12.24。不少人都说本赛季的库里比,15-16赛季,还要强。 4月库里场均37.3分,命中率高达51.8%,三分命中率46.6%,罚球命中率90.8%,单月有13场30,加比坚哈登,科比。 场均35加命中率50加,三分命中率40加,罚球命中率90NBA,历史第一。 萌神住过了一个,疯狂的4月份,但5月份的第一场,依旧疯狂轰下30,加6加5,挣7个三分球的数据。 这场对阵提湖库里,还是保持着,自己出色的感觉。 首截十中六,三分七中三,拿下17分二篮板,二助攻一抢断。 命中率高达60%,他在三分线外面,对西安连续胯下,变相的这个三分球,精妙绝伦。 第二节库里,直达5分中,5中2拿下,4分2助攻。 半场库里已经拿下了21分,4助攻二篮板的数据。 第三节库里,又开始疯狂起来了,3分7中4,罚球3中3,拿下15分,3助攻一篮板。 三节29分40秒,已经拿下了36分,7助攻三篮板一抢断。 三分球是16中期,职业生涯,第19次,三节30加的记录,又达成。 末节开场库里,连拿5分,完成40加,本赛季第9次,40加达成。 一场完成了三项里程碑,库里打了5分中,3中2,3分2中1,拿下5分一篮板,一助攻后下场。 全场比赛,26中14,3分18中8,拿下41分,8助攻四篮板一抢断,命中率53.8%,3分命中率44.4%,此一后的库里,已经稳居得分榜第一了。 他跟布拉德利、比尔的差距,越来越大,三分王的位置,也愈发稳固。 这场比赛后,他完成了单赛季第16次,至少命中7加3分球。 这就是斯蒂芬,库里的库有引力吧,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